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彈彈剛剛的白寶袋 看 裡面是滿滿的乾淨 繁衣品欸 有沒有 兩罐 頂著也帶太多 不是啊 怕用完嘛 這很小罐 我們就多帶幾罐嘛 然後用完之後呢 而且可以隨著心情去換味道 上午今天的味道我想要是檸檬的 清水 我上次是用那個茶花香 對 今天心情覺得用檸檬的好 它一樣就是乾洗手 它是韓國非常有名的牌子 只不過我們剛剛不知道就是到底摸到了什麼 所以呢一樣我們就指出來 哎呦哎呦它流下去了 它很Glue欸 它一樣裡面是有含酒精的成分 所以呢就是可以達到消毒的作用 那乾洗手呢反正我們就先把它抹開之後 然後呢 手心手背手指頭 我全部都要把它摸到 你示範戳手我示範質地 哈哈哈 質地就是這樣 然後它就會慢慢在你的手心融化 可是如果你直接用戳的 它就會直接戳開 一定就是 手指頭尖端最前面也要戳到 全部戳完之後呢 這樣子的話它就讓我吸收完 你也消毒完了 那我也來示範一次如何洗手 首先呢你要把它戳開 然後呢手背也要戳超緩速講解 我怕大家沒有看清楚 然後這個指縫這邊 今天是用這一罐咯 然後還有蘋果 蘋果薯各種口味都有買一罐 然後薄荷的 還有呢還有呢 還有呢 然後有玫瑰的 檸檬的 蘋果的 這應該是薄荷 看起來是 這應該是不藤梅吧 然後乾洗手千萬不要省 反正呢你可能摸到什麼之後 趕快拿出來洗一洗消毒消毒 它裡面一顆一顆藍藍的 感覺是個什麼保養成份子 因為每次不是都有那個搓開 然後會讓你保濕 所以你用完手才不會乾乾的 這是我今天所有的乾洗手